湖南的老乡都知道 这个豆豉烧辣椒啊 那可是餐桌上必不合少的一道菜 怎么吃都吃不腻 在家就能轻松制作 首先烧辣椒啊 肯定是选择这种便宜的 粘速感辣椒 我们在今天20块钱一斤 你们那多少钱一斤咯 做这道菜啊 一定要多拍一点 这个毒蒜子才香的啊 拍碎 辣椒在炒之前啊 稍微给它拍松一下 为了方便入味啊 不要拍得太碎了 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重点来了啊 烧辣椒啊 这个豆豉 那是必不合少的吧 它可是烧辣椒的好搬手 比干豆豉粗香快 还可以替代生抽蚝油 炒菜蒸菜只需一勺 既美味又方便 而且啊 它配料表还干干净净的 两瓶就能做20道菜呢 大家可以放心地吃啊 锅烧热啊 直接放一勺油进去 再划散一下啊 辣椒直接下锅 稍微再压一下 把辣椒啊炒到这种起火皮 看到没有啊 好 差不多这个样子呢 咱们就可以放配料了 一碗灵魂配料下去 再次啊 给它相互激发香味 然后呢 放一勺盐 把它的锅气炒出来 把香味炒出来 好 锅气出来了 出锅出锅 看看 这个辣椒烧出来 是不是特别有食欲 虽然不好看 但是真的超下饭 你们学会了没有了 好 好 好